一塊薯仔一開三 當然這一邊是大邊一點 我們還可以多切一塊 就是這樣 切好薯仔之後 我們就要把薯仔放進水裡 其實薯仔很快就會遇到空氣 氧化就會有點鐵壽式 我們現在就把薯仔放進水裡 但是我們今天做這個 其實不是要把它... 即是我們浸進水裡的原因 不是要把它保存的顏色 而是要在水裡不斷地沖 沖走它面上的澱粉質 其實在家裡炸薯仔或焗薯皮 這個薯仔如果切完 就這樣放進去炸或焗 它永遠都不會香脆 因為上面好像有一層澱粉質 那你就要在水裡不斷沖 可以這樣開一大盒水一邊洗它 又或者小盒一點的水 放在碗裡 然後在水喉下面一邊沖 沖到水乾淨為止 都可以的 如果現在這樣就要去換水了 薯仔沖到水清潔乾淨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它倒在一塊布上面 當然啦 你也可以用廚房紙巾擦乾它 但是我覺得這些用完即器的東西 大家盡量少一點用 大家保護一下環境 我們現在用一塊布 這種廚房用的冷水洗茶 其實很好用的 那我們這樣捲著它 在裡面搓搓搓搓搓搓搓 搓搓搓搓搓搓춤 將它的水整理 這樣就可以把薯仔刮乾淨它 好 趕快就乾了 接著我們就把薯仔調味 首先我們加蒜鹽 如果你沒有蒜鹽的話 你也可以用切到很幼的蒜蓉 再加上鹽也是一樣可以的 但是有蒜鹽就方便很多 如果這個瓶裝的蒜鹽 其實它的鹹味不太鹹 所以加多一點也不妨 好 接著就是芝士粉 看看你想自己有多瘦 如果你想自己瘦一點 就自己調節份量 我早就放棄了 所以我就加很多芝士粉 這個是紅椒粉 其實這個不是很辣 但它有一個很香的紅椒香味 而且它令到顏色很漂亮 那就加吧 好了 但是這樣也不會令到薯仔香脆 最重點就是加橄欖油 然後我們把它拌勻 然後把它拌勻 你可以試一下味道 看看是否夠鹹 我覺得現在的味道剛剛好 如果不夠鹹的話 加多一點鹽 你想它辣一點的 加一點紅椒粉 然後我們就把它鋪在一個焗盤上 你可以佔一塊直膠墊 又或者用完即器的煮食紙 牛油紙 但那些也要拌勻 然後直膠墊就可以不停地 洗回去循環再用 又是非常好用的 排好之後 然後我們就可以把它入爐 焗爐一定要先預熱 否則受熱就不均勻了 預熱了它去200度 那就放進去 焗它大約30分鐘 這麼快那個薯角的出爐了 先看看 好了 好了 接著 它出爐後 我們就預備一些番茄 我們把番茄 切碎 然後放進去醬汁裡面 醬汁你喜歡是茄汁也可以 我自己呢 薯果